凡 凡又來一個 課兩次 你要哪一個 你要第一次也可以 你要第二次這個也可以 哪個是第一次 第二次我也不知道 不過如果兩個在寫 我倒是建議一個比較短 一個比較長會比較好看 請你看這裡也勾了兩次 這都修過 然後這裡斷 斷掉又抬起來 所以留下了好多的問題 原則上兩個就是不要讓它寫一樣 長度不要一樣 你要不要勾就看你了 我採取的策略是到這裡 我還是讓它勾一下 有點形塑的動作 然後這邊滑動過去以後 到這裡剛才說它也凸上去 再下來 那兩邊的寬度長度不要一樣 就是說這裡是短的 這裡是長的 只要我差一點點就不會太難看 如果你把兩個都寫的一樣 對稱也有 兩邊一樣長就會很醜 好 煩 魚 魚 滑下來 稍微擺盪 折進來 那這種封筆的時候要注意 它到底要封死還不封死 要留一點透氣 儲雖然很重視這個寬錯有餘的感覺 所以不是要每次筆畫都要把它黏死 當它黏死的時候就會覺得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少了一種充容 所以它會在某些地方適時的讓它不黏 如果太多不黏字就解體了 所以它其實做得還蠻巧妙的 沒有把字寫安排到解體的感覺 反而覺得寬錯有餘 這個扭動再挑起來 這個點充才會抬高 而且拉到外面去 魚 曲 曲的一個比較 非常的方硬 硬到就覺得都沒有變化 但是下面的口就可以做怪一下 寫進來 因為有三個口 所以口都很扁 你不要把它寫成正方形 很多人遇到口都好高興 就把它寫成正方形 口通常在裡面通常會變形 有時候是扁的 有時候是高的 不一定要看它的空間搭配 不過扁的機會比較多 因為通常是上下跌 好這裡不要從上面黏 它一直從側面這樣黏進來 然後往中間這樣夾緊 往進來收進來夾緊 然後這個地方再拉出去 細細瘦瘦的 可是這樣子後面再多一個 這是它的招牌動作 壓下耳的動作 再來第二個區 兩個區在一起絕對不能壓 第二個區的上一橫比較短 然後這裡面扭動比較大 只要扭動大兩個又不一樣 這折的比較狠一點 比較厚一點 然後這個扭動很大 再遮下來 所以扭動也是一種裝飾 不扭是一種 扭是一種 扭的很大力是一種 微微扭動也是一種 所以這樣就可以產生很多 齊筆的效果 然後剛才是滑進來的 那這一次也是進來 不過它是先齊筆按下來 粗到細過來的 然後再拉過來 變粗到變粗 可是這次就沒有像上次拉那麼長 曲 用了點靠右邊一點 然後左邊伸的比較長 細細瘦瘦到後面 又來一個拉動的動作 然後拉動完了以後 它從這邊過來 又不從後面 從前端這裡 就開始落筆滑下來 落筆 然後下來加一點粗細飄揚一下 那它的做法 那一個筆畫是所謂的裝飾性的 就是它看起來很飄逸 但裝飾完以後 你可以發現裡面的間句 寫得非常的完整 而且 沿橫畫直畫其實寫得還蠻嚴肅的 不是一直在扭 連這個筆畫都還蠻嚴肅的 比較安定 唯一這裡又來再扭一下 讓它有點姿態 所以有時候不要把儲稅糧字 當成扭來扭去的作怪的字 它其實是不作怪 它非常的古典又傳統又優美 筆 筆的話上面的口寫得比較緊比較小 這真是難得啊 有時候我就覺得它寫字 遇到口還是寫得一點大 尤其約啊 每次都寫得好大 這倒是我看過這種口收得比較緊的 筆張開 寫進來 好 粗膝都一致 這個要降低了 粗膝一致 那在造型上做一點變化吧 不然都一樣粗膝看起來就會不好看 那這沒有粗膨喔 這有收筆動作 這左高右低 頭前面齊筆還是短短的 然後上去有逆的動作 所以上面有起頭 然後逆了後 有一點弧度上來 跳上去 頭的話 手部 手部比較高 然後剩下的部分就寫得比較方 而且比較矮一點 然後細細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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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 把字給壓下來 頭